這個概念到底是甚麼 慢慢教 講清楚 然後基本觀念講會 數學補考是幾班 記得要來考 很簡單 你不來考一定要後提 一定要來考 就全測啦 但是很簡單 反正考了你又沒粉絲 是吧 有 你是不懂耶 不會啦 看這邊 有手相 來 從手相開始 相繼的去加一個長處 來 你把這個長處圈起來 你一定要有手相 然後要有一個長處 然後手相一直不斷的去加這個長處 他會得到一個數列 這種數列稱為叫甚麼數列 等差數列 那這個長數稱為甚麼東西呢 稱為這個等差數列的溝差 英文用E來表示 這個英文叫difference common difference 沒有關係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手相是2 如果我現在加一個長數 那個長數如果是5 來 我問你喔 2加5是多少 7 然後再加5 我每次都加5 7再加5是多少 12 再加5是多少 17 再加5是多少 22 然後點點點 如果無窮無盡的把這個數列把它寫出來 請問你這個數列叫甚麼數列 叫等差數列 為甚麼 因為它相鄰兩項的差距都是固定的 他們的公差是多少 都是5啊 他們是不是都差5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請問你 2跟7之間差多少 差5 你可以把這個例子寫上去 這真的好簡單的 請問你 7跟12之間差多少 差5啊 對不對 你每加一個公差 就得到下一項 你每加這個長數一次 就會得到下一個數字 聽懂這個意思嗎 國中有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學過 有 所以所謂的等差數列就是 這個數列 它相鄰兩項的差距是固定的 這樣非常簡單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要講一個東西喔 如果一個等差數列 它的第一項 叫做A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 它的第二項 它是A 再加上幾個這種長數 一個 對不對 加一個就得到下一項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喔 這個數列的第三項 如果用首項 從首項開始 請問要加幾個這種長數 才會得到第三項 要加兩個 要加兩個 加兩個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加兩個公差 是不是就得到第三項 因為他們的間距是固定的 你每加一個公差就得到下一項 所以你第三項是第一項加兩個公差 對 加兩段 對不對 你每加一段就得到下一個 對不對 所以第三項是首項加兩個公差 來我再寫一個 請問你 第四項是首項加幾個公差 你覺得呢 三個公差 三個公差 或者我們有學過這東西 有 對不對 那從這個地方你就很容易理解 接下來我要寫的東西 請問你這個數列的一般項 它的DN項要怎麼寫呢 它的DN項就是首項A1 請問你 要加幾個公差 對 這很容易理解 這不用背 有些人說 老師這要背起來 背個屁啊 這很容易就記起來了 第二項就是加一個公差 第三項就是加兩個 第四項就是加三個 那DN項就是要加幾個 加N-1個 對不對 對吧 所以一個本差數列 它的DN項它就長這樣 這個東西要把它記下來 在我們課本裡面 它有特別把它mark出來 來 這個要記哦 我告訴你 這個要記下來 可是你有需要去背它嗎 不需要去背 你只要理解之後 就覺得 乾脆超簡單的 就這樣而已 這在課本的第幾項呢 來請你放到第四項來 有沒有看到第四項 第四項它那個綠色的框框 請你把它框起來 有沒有看到第四項啊 有個綠色框框 他說一個等差數列 首項是A1 公差是珠 那麼它的DN項 也就是一般項就是首項 加上N-1個公差 來 螢光筆把它框起來 這個不用背 這很容易理解 你把它寫出來 你就覺得本來就應該是這樣 這樣可以 然後接下來我要談一個重要的東西 來 欸 我講一講看 課本裡面這裡談一個正基數的數頁 這在課本的第幾頁呢? 課本的第四頁 把所有的正基數由小到大 把它排成一列 來 這個你不用抄 這個先不用抄 你看我就好 請問你正基數最小的是誰? 1 再來是誰? 3 再來是誰? 5 再來是誰? 7 再來是9 然後點點點 好 這裡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要有這個能力 給你一個 這顯然是一個等差數列 對不對? 1跟3相差多少? 2 3跟5也是差2 5跟7也是差2 這是個等差數列 你要有那個能力 把它的DN項把它怎麼樣? 把它寫出來 這樣聽懂嗎? 這個能力要有 好 所以我們就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它DN項成什麼樣子? 來 很簡單 根據剛才的分析 DN項就是首項 再加上幾個? 公差 N-1個公差 好 那現在請問同學 首項是誰? 首項就是第一項 就是誰? 就是1 再加上 來 N-1倍的 請問你 公差是多少? 公差 公差 什麼叫公差? 就是那固定的差距啊 那個公差是多少? 2啊 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個2乘進去 它就會變成2N-2再加1 所以是減掉多少? 減1 來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數列的DN項叫2N-1 這樣有沒有問題? 而且你寫出來之後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自己寫的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自己寫的對不對? 3 1 再來我沒寫的 對啊 我怎麼知道自己寫的對不對? 搞不好我寫錯了 你怎麼知道? 很簡單啊 你就N-1帶進去 看會不會得到第一項 檢查一下嘛 N-1 2-1 有沒有等於1 有 N-2 2乘2 4-1 有沒有等於3 有 N-3 326 6-1 有沒有等於5 有 N-4 428 8-1 有沒有等於7 有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寫錯 因為你把它帶回去 你發現它整個都是對的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很容易檢查 好 那我現在接下來要講 今天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喔 來 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必要跟你提一下 來 看到這邊 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來 這裡寫一個key 來 這個key把它寫上去 考試有時候會有這種題目喔 欸 應該不會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意思 1 3 5 7 9 這樣 來 你把這個題目寫上去 欸 這個key蠻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講一下 來 這個key給它三個贈 OK 欸 寫一下啊 知道我在講什麼 阿基 你知道 欸 頭髮太厚了 頭髮真的變得很有特色 欸 寫一下 寫一下 還行嗎 可不可以啊 還行嗎 火龍不舒服 我是不是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中標啦 應該沒有問題 欸 你覺得 如果今天有一個題目 他說 這裡有個數列 13 5 7 9 然後這裡挖空格 要你填充 你覺得這一題答案 你這裡會寫多少 我猜 90%以上的學生這裡會寫哪一個數字 11對不對 對吧 阿寫11有沒有錯 寫11是一個合理的猜測 但是答案一定是11嘛 其實我告訴你不一定喔 所以我先跟你講結論 考試能不能考這種題目 他不可以考這種題目 考這種題目 基本上最後會變送分題 你說老師好奇怪喔 這為什麼會變送分題 你先把這個拉一個箭頭 來 我們先寫一段文字喔 A 合理的答案是多少 合理的答案是什麼 11 合理的答案是11嘛 這小朋友都會猜阿 你去問你國小的弟弟或妹妹 13579 他會說這11阿 對不對 你也不能說他猜錯喔 他這樣猜也很有道理嘛 合理的答案是11 但是 或排除吉他的總結線 好 你說老師我不太懂你在公三小明 你在講什麼我一定不太懂 我這邊舉個例子喔 來 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 我幫你把這個觀念把它解清楚 來 來看我這邊 如果這裡我設計一個數列AN 這個數列它的一般項長什麼樣子呢 就長這樣 叫做2N-1 這樣可不可以 這個數列的一般項就叫2N-1 那我現在問你喔 那我現在問你喔 這個數列的第一項是誰 你說你說 N-1就得到第一項 他第一項是誰 1 他的第二項是誰 2 2乘24 4-1是多少 3 然後第三項N-3 3266-1 5 然後第四項是誰 7 然後再來是誰 9 再來是11 再來是43 對不對 點點點 這樣下去 如果今天這個數列它的一般項長這樣 那我告訴你 你這一格答案還真的是11 就是11 你就要點11 真的沒有錯 但是我現在喔 如果定義一個 規定一個新的數列 來這個數列長這樣 來你這個例子跟我一起寫上去 它叫做2N-1 然後再加上 後面長這樣 來後面長 N-1 N-1 N-2 來這個我把它抄掉 然後這裡 N-3 N-4 N-5 好 你這個等一下我不會插 你可以等一下再抄沒有關係 你先聽我講 來 同學你看我這邊 如果有一個數列它的一般項長這樣 請問你 N-1 的時候你會得到 它的第一項叫做誰 N-1 2-1 是多少 1 那你說老師 那後面呢 N-1 請問你 1-1 是多少 0 這裡是1-2 1-3 1-4 1-5 可是你通通不用算 因為這裡N-1 1-1 是0 0不管乘以誰 最後都是變成0 所以你N-1 的時候你得到你這個數列的第一項是誰 叫做1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N如果帶2 你會得到這個數列的第二項叫做誰 2乘2 4-1 叫做3 對吧 N-2 這裡帶2 2-2 0 對不對 這裡2-1 2-3 2-4 2-5 反正這一個是0 這裡就不見了 這樣聽到嗎 然後同樣的道理 來我問你 這個數列的第三項是誰 講話 第一項是1 第二項是3 第三項是誰 5 再來是誰 再來是誰 講話講話講話 7 如果N-5的話一樣喔 10-1是多少 9 這裡一樣是0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的N-6會出現哪一個數字 我要問這個問題 你的N如果帶6 來 2乘以6 12 12-1 然後再加上 來 N-6 6-1 這裡是5 5 乘以4 等一下 N-6 對不對 5乘以4 乘以多少 乘以3 乘以2 乘以1 來 請問是多少 12-1是11 請問你 12345乘起來是多少 20 60 120 請問你 11加120是多少 131 好 所以這一個數列 他的第六項是誰 131 然後怎麼樣 0… 好 這裡要給同學一個概念喔 這概念你稍微聽一下喔 如果給你一個數列的前幾項 能不能直接在考試的時候問你他的下一項是誰 理論上他不能這樣考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數字有太多可能性了 這個數字不一定是11 也有可能是131 也有可能是其他數字 你聽懂嗎 對不對 有太多太多可能性 那你說老師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如果要考類似這種問題的話 他本身題目的模式一定要非常的固定 也就是說像剛才這個地方 他告訴你這是一個什麼數列 他媽這是個正基數的數列嘛 他都告訴你這是正基數 所以你這13579 接下來一定是11 這樣你聽到嗎 他題目一定會非常明確 可能給你圖形 或者給你一些結構的東西 要你去判斷他的下一項是誰 要非常明確 他絕對不能說13579 然後就直接問你說下個數字是誰 這樣考不行 這樣考最後一定會變抗 兩代歪一數 因為可能是11R 也有可能是131R 也有可能是其他東西 那這一題就沒完沒了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懂嗎 好像懂對不對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再看個題目 這個今天的課程 就慢慢的要接近尾聲了 來幫我拍這邊 十幾個 你們這個一起沒有看到卸商 我也有沒有覺得很可惜 他現在去後面上課 你們現在上的是什麼課 花學課 花學課好